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花猪小妹 我是花姐 本期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吃的 一起打快看看 拆开它原来是萌气蛋 嘿 这造型还是算挺特别的 好像是两只手就这样抱着头呢 嘿 我这个是小猪佩奇和乔治他们 那我们猜猜看里面是什么 我都听到响声了 哒哒 原来这是个空夹子呢 放一边 嘿 这打开很像萌气蛋哦 嘿 我看到了一个小玩具 这什么 哇 锯子 很像光头墙的锯子呢 嘟嘟 哒哒 像老痒痒一样 再看看这边 这边是好吃的 咦 我感觉有小饼干和巧克力 来来来 先尝一个 哇 饼干还挺脆的 嗯 一个浓浓的牛奶香味 哇 真是又脆又香 瞧这脆的声音 听得多爽 嗯 好吃 再来一颗 不错 看看这个红的里面装的是什么 嘿 还是巧克力小饼干呀 来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玩具呢 嘿 真的有个不一样的小玩具呢 嘟嘟嘟嘟 给你们看 它是什么 拿到了 哇 这个好像是佩奇哦 嗯 一只可爱的小猪 嘿 来来看看 它这个底座比较有意思 看 它是一个夹子形状的 把它合起来的 这样像不像一个镜子呀 嗯 你们能看见我吗 我能看见你们哦 咦 我还发现 它很像一个眼睛呢 嘟嘟嘟嘟 突然觉得我都变成派大星了 像不像它的黄色大眼睛啊 嗯 嘿 真的是一物多用啊 有好吃的 还有好玩的 这萌趣蛋外表真的特别萌趣 内容呢 又特别的有料 好吃又好玩 好了 那我们本期的萌趣蛋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们 给我的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拿句子挠痒痒咯 好玩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